锦西只是带了一些日用与吃食 请奴婢转交给沈答应 因东西不少 特意带了两个岁玉轩的奴婢一同过来 却并未见晚贵人前来啊 方若姑姑说的正是 奴婢只是奉晚贵人之命 前来送些东西的 并未违抗皇上旨意 四字与梅庄小主相见 是吗 不是说锦西你带了两个人过来吗 怎么眼下只有你和你身边这一个 那一个呢 那一位是思雨宣中的宫女佩儿 由于宫中有事 奴婢先让她回去了 是吗 那本宫大可不必跟你们在这废话 本宫听说有人擅闯贤月阁 探视禁足宫贫 于宫归圣旨不合 所以特意前来查一查 梅庄小主禁足 皇上有旨看管 又怎会有人前来与小主相会呢 那可未必 这宫里侍宠而骄的人不少 饱不准有人就吃了雄心豹子胆呢 娘娘 里面实在没有旁人 娘娘真的不必进去看了 奴婢遵从皇上圣旨 实在不敢放娘娘进去 望娘娘恕罪 你竟敢阻拦奔宫 奴婢不敢 你到底让不让开 娘娘 娘娘不能进去啊 娘娘 皇上驾到 什么事这样吵 拉松 更饿 fund broadly 什么事 托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奴婢谨遵皇上旨意 不敢有违 皇上 怀妃娘娘一向行事果决 婢人是有证据才来的 不如去贤月阁查上一查 一来娘娘不必白跑一趟 二来这事情也有个交代 皇上意向如何 沈答应深受囚禁之苦 若还背上违抗圣旨 不遵皇上的罪名 臣妾也实在不忍心 还请皇上派人入贤月阁查一查 好怀沈答应清白 沈答应虽戴罪禁足 却也不能叫他白白受辱 苏菲胜 奴才在 你带几个人进去瞅瞅 喳 里边除了沈答应跟几个侍女之外 别无论 嗯 我真是应该要 不敢说 我真是反应 在一条一池里面 มて 我想 您不敢说 我们不敢说 我们不能说 不敢说 subsequent 我们可能会进去 双快 帮忙 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能不能让娘娘容下是嫔妾的本事 宫中时日还长 我们走着瞧吧 回宫 奸人 竟然跟甄嬛联手来欺骗本宫 娘娘切勿动气 小心气坏了身子 他们俩明明就是串通一气 假意投上来欺骗本宫 是 此事也是我疏忽了 由着那个幻婢 出出可怜地来蒙蔽我们 你也是 一向细心的 今日怎的一听消息 就带到本宫这儿来了 贫妾只是一心气挂着娘娘 只想着那个晚贵人对娘娘不敬 若不及早出去 必成心腹大患啊 那倒是难为你了 娘娘 您闻着这欢宜香 就消消气吧 皇上他再怎么生气 也是太过在乎您的缘故啊 就怕只见新人笑 不闻就人哭了 如何 快马加鞭 就是这么快 一记红尘非子孝吗 只是这颜色不是本宫喜欢的 做衣如做人 一定要花团锦簇 轰轰烈烈才好 娘娘素日里 喜欢名利艳烈的颜色 其实这颜色倒也雅致 如今不再供赎锦的时候 能得这两匹 想必也费了很大功夫了 其实啊 他们也用了心思了 娘娘您瞧 连这花朵 都是用月白色的丝线 掺了银线绣的 若是放在日头底下 一定好看 难得他们这点小心 也好让人知道 再名贵的东西 只要本宫想要 即刻就有 是 不像有些人 就算穿上了 赎锦做的鞋子 终究是穿上龙袍 也不像太子啊 那便吩咐秀院 做身衣上吧 本宫瞧着别的还好 怎么这花朵的样式 没见过呢 是了 以前只见牡丹凤凰的 这个倒也新鲜 你们也来瞧瞧 这是个什么花啊 小主 这是牵牛花呢 也叫做西岩 这样香气 这花西开昭落 向来只开一夜 不见天日便凋谢了 住口 不吉利的话不许说 混账 这赎锦局 越来越不懂规矩了 竟敢拿如此薄密的花朵 来糊弄本宫 总之 是 把这两笔布给她撕碎了 送回书锦局去 是 娘娘 这花一般人不认识 难免事物也是有的 娘娘撕了事小 可若传到旁人的耳朵里 难免又引起风言风语 既然这花一般人不认得 娘娘不如当作不知道 随便赏人就是了 那便赏她吧 谁 她有那样一双鞋子 再配这样一身衣裳 才显得是皇上心尖上的人 臣妾给太后请安 太后万福金安 起来吧 谢太后 坐 今儿怎么有空来啊 侍奉太后乃臣妾的本分 皇上忙于朝政 臣妾更该替皇上向太后尽孝 小嘴越发甜了 入秋后夜里格外冷了 太后还咳嗽吗 如今好些了 臣妾惦记得太后向来未寒 特意差人做了件胡皮大厂来 是墨胡的胡皮 是 臣妾的哥哥在青海平乱 偶然涉猎得了两张墨胡皮 臣妾想着自己年轻 穿不出墨胡的大气 所以做了奸大厂 敬献给太后 臣妾知道太后潜心礼服 特意用西藩莲花纹的妆段 做了礼子 还望太后 不要嫌弃臣妾一点灼心 难得你这份孝心 朱熹啊 收下吧 是 今儿怎么穿得这么肃静啊 臣妾虽则年轻不懂事 但在嫔妃一辈里也不算年轻了 自然要肃静些 不像婉贵人跟安常在 喜欢年轻娇艳的 常听你们提起婉贵人 哀家只记得 模样倒是还挺可人的 太后这几日没见到婉贵人 才叫可惜呢 皇上赐了婉贵人一双 织金漏花的蜀锦鞋子 连鞋顶子都是翠玉做的 婉贵人又做了两身蜀锦的旗装 那衣水穿在身上 可标志呢 是吗 可是哀家记得 如今不是蜀锦进宫的时候啊 婉贵人年轻可人疼 想要怎么会没有呢 只是不知这一身蜀锦 价值几何呢 他刚进宫 皇帝把他当小孩子看 自然会偏宠些 你的皇帝宠爱多年 小得分寸 该去提一点 是 义哀家看 皇帝心里你是最重的 你用的欢仪香 是皇帝亲自选了香料 叫人配好送你的 你看看整个宫里 皇帝对谁用过这番心思 你过来 臣妾不敢当 来 这支不摇 是哀家刚做得飞的时候 孝慧太后赏的 你如花似玉的年纪 位分又尊贵 打扮得这么素敬做什么 依哀家看 这不摇给你带正好 多谢太后疼爱 哀家疼你 就像疼皇帝是一样的 快去换件颜色衣裳 好好给皇帝瞧瞧去 那臣妾就先告退了 娘娘的布摇真好看 只是没出这口恶气 真是让人不痛快 还用得着你说 不过太后这样疼本宫 也算难得了 是啦 去吧她 娘娘 哥哥回来了吗 大将军平定西锤 环朝请安 先去觐见皇上了 皇上一向后待大将军 此刻定有许多要紧的话要说呢 真是自然 不过午膳时间了 皇上和哥哥再有要事商量 也要顾着吃饭呢 启禀娘娘 皇上有旨 请娘娘到养心殿一起用膳 你在外面等着 本宫即可就去 宫中菜事虽多 却不知合不合你的胃口 你便多尝尝 若然实在不合 朕让华妃的小厨房坐于你 皇上这话臣怎么敢当呢 臣能与皇上和华妃娘娘 一同用膳 已是莫大的恩欲了 你坐下 一家子吃饭 不然动辄站起来坐下 谢恩告罪 还有什么趣味 坐吧 谢皇上 谢华妃娘娘 这道质羊肉 鲜嫩可口 真素日甚爱 你尝尝 的确美味 多谢皇上 多谢皇上 哥哥 皇上赐宴赏菜 都得由宫人伺候佳菜的 臣御前失礼 皇上切无怪罪 你一直在外征战 自是势必恭亲 不打紧 臣到宫中不能不守规矩 你自己吃着随意即可 规矩是提点君臣之礼 而非约束亲戚之情 是 臣面前这道燕窩鸭子好似不错 那就有劳苏公公 快馆 帥 尽 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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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将军 您慢用 你用十五日的时间 一举击溃了萝卜葬丹京 这八个月以来 逐步地扫清残余帝君 为朕安定西北 威震西垂 可算是朕的恩人 皇上夸奖 臣愧不敢当 朕继位不久 朝廷内外未完全安定 朝内驻皇子蠢蠢欲动不说 边关疑乱 朕将俯辈受敌 难以顾全 你如今的大功 不但朕心以倦嘉奖 朕 朕的世事子孙 及天下臣民 当共庆心感悦 若有复心 便非朕之子孙也 若有异心 便非我朝臣民 华妃娘娘尽心于内 臣尽忠于外 臣兄妹二人 愿为皇上尽心竭力 效全马之劳 华妃伺候朕多年 已知周到戏之 你一直在外 乃朕公骨之臣 朕有你这样的封疆大力 是朕的幸运 若是朝廷中 有十来个像你这样的人 朕就不愁治理不好国家了 谢皇上 这一杯 朕敬你们兄妹二人 多谢皇上 谢皇上 是 如今云贵甘陕一带 可还平静吗 一切都好 只是 进京之前 臣已闻听 镯子山一带的 谢尔苏部落 不太安稳 怕会要生事 果然 昨日得到消息 在甘肃庄浪生事了 都是乌合之众 想来很快能压下去 皇上所言极是 只是 臣已闻听 谢尔苏部落 密谋与新疆 格尔丹互为基角 这 倒不能不慎重啊 那你以为如何 谢尔苏不过是个小部落 若派大将出征 未免 太过重视 反而失了气度 但若不加紧 怕又会成为心腹之患 所以臣斗胆举荐 臣的次子年妇出征 他虽年轻 却也历练过 臣想放他一事 皇上 臣妾不能干政 不宜在此 听皇上跟哥哥 讨论国事 臣与你哥哥谈的既是国事 也是家事 倒也无妨 华妃说得对啊 臣难得与皇上一桌用餐 一家子团聚 是不该议论其他 好 那咱们就专心吃饭 天气寒冷 宫中十月十五起 每顿饭都会添锅子 为着今儿哥哥来 虽是十四 皇上还是命运膳访 准备了这道石井锅子 哥哥的一饮一食 必得念及皇恩呢 谢皇上圣恩 锅子吃了身上暖和 你与朕君臣一心 朕这心里更暖和 是 快吃 是 奴才恭送华妃娘娘 恭送年大将军 哥哥也哥哥 这顿饭吃的妹妹我是提亲到胆的 你这是怎么了 那道制羊肉皇上说他喜欢吃 皇上都还没动筷子 你怎么就先动筷子了呢 这倒也罢了 你还让苏培盛给你夹菜 苏培盛是什么人哪 那是皇上用了几十年的老太监了 打小就跟着皇上 你还敢使唤他呢 我的脾气你不是不小的 我最讨厌这些燕人的臭气 即使皇宫里的规矩我不得不遵 我当然要找那个最有头脸的燕人来赐 说句不中听的话 我从沙场征战回来立下汉马功劳 还不能让一个燕人伺候 他伺候皇上也伺候虎王 既然如此 伺候哥哥一次也无妨 以后可不能这样了 李白那点臭墨子文采 还让高丽氏脱削呢 他苏培盛能伺候我 是他的福气 还有呢 有些话皇上说得 哥哥你就说不得了 皇上说一家人那是客套 哥哥说一家人就是僭越了 哥哥你又还没喝酒 怎么就先醉了呢 我说妹妹你啊 是不是在宫里待久啊 这心眼也小起来 我不管是顺着皇上顺口说一句 何况皇上和咱们是一家子 你是皇上的爱妃 我是皇上的大舅子 可不是至亲骨肉吗 阿弥陀佛 还好皇上没有怪罪 还让你送我回宫再回去面圣 想来是没有生气吧 你这是怎么了 是不是那皇后给你气瘦了 皇后哪成得了那种气候 倒是皇上心得的晚贵人 抓紧儿卖贵人 抓紧儿卖贵 挑拨离间 专和我过不去 就是因为他 皇上削了我先礼六宫之权 至今都没恢复 一个小小的贵人 竟敢犯伤 皇上宠着他 我又能怎么样 听说他的父亲 也在常为官 叫什么名字 甄远道 好啊 他的女儿和你过不去 我便和他过不去 好在哥哥还护着我 不然 不然我得受多少委屈啊 有哥哥在 你怕什么